今天说一部,彪哥拥有一张颜养卡 不管他怎么花,第二天余额都还得五千零四块钱的故事 年过五十的彪哥是一个快递员 每天任劳人员早出晚归 一个人辛辛苦苦把儿子拉扯长大 要说的小贩也算争气 不仅人长得帅气,成绩也是名列前茅 这波,今儿一大早 儿子小贩就给彪哥带来一个好消息 在一次演讲比赛上 自个儿力压群雄获得了大赛第一名的成绩 作为冠军,他还能远赴国外 跟国际友人同台经济 彪哥一听,你小子可以啊 到底是我的儿子 说着就让儿子该去去 到时候给我的整个第一名回来 不过这话虽然如此 接下来儿子的一句话让他心凉了半截 原来出国经济是没错 可对买机票时速费用都要自己颠覆 加起来不多不少 正好是五千块钱 彪哥一听这样啊 那要是这样咱就别去了 正好今天是四月一号愚人节 我就当跟你开个玩笑 说着扭头起身跑去送快递了 路上彪哥看见一辆大奔 装向一个老太太 想开溜 彪哥的侠感一胆 让他不能束手旁观 说着就一个马步 从来去挡住汽车 说啥又给老太太讨个说法 话还没说完 直接大奔上下来几个壮汉 嚷嚷着 我倒是要瞅瞅 这是哪个爱管闲事的 嫌你筋骨松了是吧 什么叫我装人了 想开溜 明明是这个老太太碰瓷好了 一句话说完 彪哥也是怂的不行 赶紧接茬 对头对头 你说的没错 一边说还一边劝老太太 你也是一大把年纪了 不好好搁家躺了 竟出门碰啥词 说着就一扭头 又去送快递了 然而 没等彪哥刚联系 一个收件人取件 拿着对方 竟站在50多层楼顶 准备往下跳 好家伙 看来这次派件 算是泡汤了 感情折腾了一上午 没挣到一分钱 这边 等彪哥回到单位 老板的一句话 让他心又凉了半截 为啥呢 因为昨天快递丢了一个包裹 正好是彪哥派送的 这冤有头债有主 人家收件人找到快递站 说啥都得让赔5000块钱 老板也不含糊 说谁弄丢的谁赔 说了就把彪哥叫了过来 让他拿出5000块钱 否则就马上走人 无奈为了留在这里工作 彪哥只能自掏腰包 把这钱给补上 然而等他拿出洋卡一看 好家伙 满打满算 就剩下504块钱了 这要是再取出5000啊 那剩4块钱 恐怕连接着晚饭都不够吃 可现入侵 他又能怎么办呢 包裹丢了 总是要赔的 于是彪哥还在咬牙 把钱给取了出来 这边等他把钱赔了 又拿了剩下的4块钱 来到一家卖彩票的小店 他想试着手气 看看能不能中个一等奖啥的 毕竟啊 都说这个人啊 在倒霉透顶的时候 说不定啥时候就该转运了 于是彪哥想也没想 就让老板给鸡选一张 晚上 等回到家后 彪哥拿出彩票 跟电视上一看 还真让他中了一等奖 光了奖金就好几千万 彪哥健壮也是乐得不行 说啥都不相信这是真的 他一整晚都拿了彩票 左看看右看看 生怕意不留神 再给弄丢了 到了第二天 彪哥又跟儿子说 你昨儿不是说想出国吗 我准了 不就五千块钱吗 不差钱 说了就让儿子 等会儿跟他去领钱 儿子听了也是一头雾水 怎么你都知道了啊 既然你同意了 那我也不多说了 到时候你记得把钱给我就成 没过多久 彪哥戴着帽子 戴着口罩 戴着墨镜 来到对讲中心 往他一站 心里激动的也是不行 然而激动归激动 钱还是要领的 可这等他翻墙倒柜的找了半天 却怎么也找不到彩票 彪哥健壮急的不行 他明明把彩票放进了钱包里 这会儿怎么不见了呢 无奈没有了彩票 他只能看着主手的鸭子 让他飞走了 这边彪哥越想越奇怪 说着说着就走到了一个报厅 拿起报纸一看 不对呀 今天怎么还得4月1号 不仅如此 等他刚回到单位 老板又给了叫话去说 你弄丢了一个包裹 得赔五千块钱 彪哥一听 气得也是不行 刚想说这咋回事 我不是排过了吗 可是话到嘴边 他又给收了回去 为啥呢 因为他的脑海中 冒出了一个很奇怪的想法 难不成自己又重新过了一天 今天还得4月1号 为了演证自己的猜想 彪哥果断跑去提管机一看 没错 卡里还真是不多不少 又变成了五千零四块钱 原来啊 彪哥被无限循环的困在了4月1号 不管他怎么花 第二天一觉醒来 卡里还是会变成五千零四块钱 想到这里 彪哥又跑去买彩票了 准备再买一张 毕竟一等奖可得几千万呢 可得到了以后 他却犹豫了 为啥呢 因为这彩票能中奖 却又领不着 等到第二天一觉醒来 一切又恢复原样了 等于是买了也白买 这边等他回过神来又一想 对啊 既然我的生活每天都恢复原样 那我靠着卡里的五千零四块钱 不一样能天天吃好的喝好的吗 说着彪哥就租了豪华游艇 过起了好吃好喝 肆意挥霍的生活 这边玩也玩的 吃也吃的 彪哥又琢磨起 该找个人成家了 毕竟当初因为穷啊 原配过世后 一直没敢想再娶妻过门的事 可这如今不愁吃不愁花 为啥不再娶一个妻子呢 说着他就找了一个叫阿梅的女子 一见面就准备跟人谈婚论嫁 阿梅见状 惊讶的不行 你这也太草率了吧 看来我跟你不太合适 说着就拒绝了彪哥 对此彪哥也不太在意 因为过了明天还得重来 于是他总结了几次失败的经验 又根据阿梅的喜好 开始的一点一点的 向他心中完美的标准靠近 然而没等两个人刚确定关系 这问题又来了 就是不管彪哥怎么表现 第二天还是恢复原样 这一天两天过得还算新鲜 可是日子久了 那甭提有多乏味了 彪哥决定快走斩乱麻 直接在一天早上 冲进阿梅的单位跟他表白 然而这阿梅也不是旁人呢 正好是儿子的老师 同学们见状也是乐得不行 嚷嚷的说 那不是小藩他爹吗 一句话说完让小藩感觉瞬间没面子 说着就跑回家跟彪哥说 我没有你这样的父亲 你今天让我觉得陌生 彪哥一听才回过神来 对呀 这一天天过得越跑越偏了 每天只想着变本加厉 让生活折腾出一个新花样来 没想到到头来这么放动下去 早晚会有一天伤害到儿子 于是呢彪哥决定 不再过这种虚度光阴的日子了 即使在他的生命里 永远只有4月1号这一天 此后他重回9月 开始去送快递 在路上他又遇见了 撞老太太的大温 这次呢他没有认松 而是挺身而出 收拾了那几个装强做事的大汉 这边等联系上小伙 劳烦又开始了解对方 说跑这一趟也不容易 说你先把我快递钱收了 再跳也不迟啊 一句话说完 把小伙子气得也不行 你有毛病吧 我这都要走了 你还催我收快递 我不跳了还不成吗 说着就从楼顶走了下来 看来这姜啊还是老的辣呀 另一边呢 彪哥这一整天的壮举 被路人拍了下来 全部发到了网上 儿子看到以后 兴奋的也是不行 接着就跑回家跟彪哥说呀 爹呀 你今天可给我胎长面了 说完父子俩算是破镜重圆 高高兴兴的在一起吃了晚饭 隔天呢 等彪哥一觉醒来 冷不定的觉得 今天似乎有点不太一样 原来这昨天吃完饭 没收拾的摊子 这回还是搁那摆着呢 好家伙这下 应该是过了4月1号的 一气又恢复正常了 此后彪哥又重新找到了阿美 用自个的真诚打动了对方 从此一家伞口 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这是一部2014年上映的国产电影 影片讲述了一个大叔一觉醒来 发现卡里鱼哥还剩504块 怎么花都花不完的故事 影片中的彪哥 虽然一开始挣了好几千万 可这被困在4月1号出不来 就算有再多的钱 又有什么用呢 只能说5000块钱就足够了 真的要每天都有5000块钱呢 那真是了不得呀 毕竟日付一日年付一年 一天5000 一个月就15万 一点就是200万 想象一下 一年200万的生活 对我来说只能是想想罢了 到了这里 我还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让你跟彪哥一样 每天一觉醒来都是同一天 卡里鱼哥也能重新变成504块 接下来你会如何选择自个的生活呢